嬰兒女前年被虐待後死亡 受她媽媽所托 照顧她的同居情侶 早前承認若兒 各判監5年4個月 許湖雄報道 36歲被告柯正文 和她的同居男友 33歲被告蕭國偉 由囚車押送到高等法院 案情指 她們前年1月至6月期間 在洪水橋新生村一個單位 對嬰兒女Hailey 附有管養、看管或照顧責任 但是故意虐待或忽略她 嬰兒女6月20日 因為頭部受傷而死 當時只有22個月大 驗屍發現她全身上下 有大約70度傷痕 其中30多度傷痕 是死之前無奈造成 包括頭部的多處瘀傷 兩名被告上個月承認若兒罪 法官黃崇口判刑的時候說 兩名被告沒有被控更加嚴重的罪行 相信是因為證據不足 但嬰兒女過身的時候不夠兩歲 成長和命運完全掌握在兩名被告手中 根本沒有能力抗議或尋求協助 法官特別提到嬰兒女無論是在寒冷或炎熱天氣下 都只可以躺在地下的博床浴 被告曾經用金屬狗帶綁住她 令到她非常無尊嚴 嬰兒女在兩個被告照顧的半年當中 身心受到嚴重虐待 營養不良 即使假設只有一個被告打她 但另一個被告都不應該事而不見 或者不出手阻止 法官強調判刑要達到阻嚇作用 以監禁八年為量刑起點 考慮到被告認罪 扣減三分一的刑期 雖然明白判監會對兩名被告的子女有影響 但考慮到案情的嚴重性 不可以再有寬減 最終判兩人 即時監禁五年四個月 法官質疑嬰兒女的另一名三歲哥哥 獲安排的樣子 但嬰兒女就毫無理由下 由兩名被告照顧 希望有關當局檢視問題 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 有線電視記者許胡雄報道 有關著兒童權益的團體認為 今次判刑阻嚇性不足 女嬰死亡 都是一個嚴重的個案 五年多來說 其實真的不算是一個長的刑期 毋有保護罪的理念來說 其實嚴重的受傷 那個刑期最高是15年 而死亡刑期最高20年 刑期應該跟毋有保護罪 大家應該是對應的 甚至乎你說的 需不需要超過 都是法律專業